大家好,我是高威班 我们在过去谈了很多有关中国制度上的问题 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制度出了问题 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就像贪腐的问题 及中国的有钱的人是非常非常有钱的 穷人完全得不到照顾 虽然中国制度之下 它有各种的2025的计划 2025号 而且曾经是今年是要达到小看的社会 事实上根本达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并不是说一无是处 在中国的统治下并不是一无是处 当然它有很多很强项的发展 因为在一个集权的国家 力量集中在把钱跟权力 集中在某一个固定的目标 是很容易达成这个目标的 那么一个很大的成就 其实就是中国的高速铁路 这个高速铁路发展的时间 其实也没有多久 它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大概也是在20年前 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 就大概就开始外国公司来协助 就是利用国外的 这个欧洲的日本的技术 但是当它完成了之后 它本身也把这个国外的技术学会了 所以很快的 它就全国的就开始 大型土木做这个高铁 这个高速铁路在中国 在全世界当然是世界第一了 不只是拿它的长度来讲 拿它的这个技术 也是领先的地位 它到现在为止 一共有建造到三万六千公里的高铁 三万六千其中两万五的高铁 它的速度都可以达到三百五十公里 到三百八十公里 所以 那另外的话 当然最近它也发展的 非常快速的这个高铁了 可以超过六百公里 在技术上 绝对是与世界兵家旗聚约了 那在这个 当然这个美国这个高铁 几乎是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了 一直到现在 就是加州的那一个 马斯克 它本身就是 Tesla的汽車的老闆 他同時擁有另外一家 就是坐高鐵的 他的第一個project 就是舊金山到洛杉磯這一段 這一段大概600公里吧 這一段 那他的原理 比現在中國的高鐵更進一步了 他等於是用一個 做一個管子了 在這個管子是密封的一個管子 那麼在這個管子裡 他可以把空氣抽掉 那麼可以用磁伏的原理 讓它可以浮上來 那麼因此他的這個行動 這個阻力就很少了 空氣的阻力變小 那麼沒有輪胎 那個阻力又變小 所以它可以達到 可能就是一千兩百公里了 所以這個 可是這個還在建築的情況之下吧 但是這一家公司 中國就是叫做 中國鐵道建設集團做的這些事情 它現在還是在 還是在這個很快的速度 在繼續在蓋高鐵 那麼目前剛剛講的有3.6公里的這個 這個軌道了 已經有這麼多了 它一年的營業額大概有7千億 可是它累積的負債到現在大概有5.5兆了 是4千億 是7、8、5、6大概剛好是8倍 7、8、5、6、8倍 負債是它的營業額的8倍 因為這是一個國家的國營企業 所以這個負債 要是民營企業早就垮了 但是因為是國營企業 所以這個負債都不是問題 那真正來講 這些高鐵其實真正賺錢的沒有幾條 沒有幾條 這也就是計劃經濟跟自由經濟不同的地方 自由經濟是要有這個市場 才會有人投資 投資下去就是一定會賺錢 即使不能馬上賺錢 也以後會賺錢 就是至少這個公司它幹了這件事情 不會把自己搞成破產 所以它是完全有經濟效率的 但是在計劃經濟之下 它認為這長久都需要的 所以它有政治上的目的 它要搶第一 它要政治上的目的 所以這個 蓋成全國的雖然虧是那麼多 對它來講 並不是多大的問題 至少在這一方面 它已經創造世界第一 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它的高鐵可以到達西藏 新疆各種偏僻的地方 它都可以達到 所以也因此使得這些偏向 本來因為交通不方便 這人員出來的幾率很少 它也能夠使得這些人可以透過高鐵 可以四通八達 所以這個是它的長項 那最近因為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高鐵的這個 中國鐵道建設集團的董事長 它叫做成分建 成分建 才五十八歲 由於 因為這是國營企業 國營企業它的上級單位是 國家這個企業的委員會吧 都是這樣 國建委吧 國支委 所以國支委曾經 就是它是經常要到 他手下的企業去視察了 結果這個國支委來視察 視察那兩天 結果這個董事長跳樓自殺了 這個當然大家 對政府來講 當然他認為 這個自殺可能是意外墜落了 但是事實上這個 這個意外而死亡的 國營企業的董事長 好像習近平上台之後 大概有兩百六十多位 都是意外死亡的 這個意外死亡的 有剛剛講跳樓的這種 或者不幸摔下去 或者是割網自殺 各種各樣的通通有 但是其實真正的原因 在我的認為 就是因為在中國的這種制度之下 黨委書記往往是說了算 那剛剛講的這個陳奮健 他當然是這個 這個單位的黨委書記 他也是這個集團的董事長 那黨委書記因為權力很大 這個就會造成貪腐 這個我們過去也講過 因為他權力很大 沒有人能夠制裁他 除了他的老闆 如果他的老闆關係跟他搞得很好的話 他也不會有這個 這個來揭發你的殘疤 所以也因此 在中國幾乎 沒有一個這個主管 就是這個書記在省裡面 就是省書記在市裡面 市水書記 所以這些書記 大概通通牽涉到他 在我認為 因為他的權力太大了 權力太大了 這個金錢的誘惑是難免的 所以這些書記 幾乎 我覺得幾乎 當然這個中國說 如果你把它通牆壁了 你可能會有冤枉 但是你牆壁一個 你覺得是漏掉了一大堆的 這個貪腐的官員 所以制度不好 制度沒有制衡 貪腐就變成必然的 我們批評是批評 他的制度 並不是說中國人都 都這個 道德上面都有瑕疵 都貪財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同樣是中國人執政在新加坡 中國 他的政府就很清廉 因為他一開始就有這種制度 有很多的制衡的辦法 使你一般不敢貪污 那在中國 恰恰相反 製造了很多的機會 讓你貪污 所以這種制度下 這個貪污是必然的 因為一黨專政 沒有制衡力量 我們過去講 像在中國來講 他的制衡力量 唯一的就是中紀委 因為他的黨結構裡面 黨書記 第二把嘉義就是紀委書記 但是紀委書記跟黨書記 雖然表面上紀委書記 是管這一個單位的所有的紀律 但是一般來講 很少的紀委書記去檢舉書記 或者怎麼樣 這個好像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還是怎樣 很少發生 在一個好的制度之下 就像我剛剛講 新加坡也好 或者是在美國也好 他都有制衡單位 在你有制衡單位的話 一般來說 是不大敢去貪污 因為貪污被發現 這個忽然力很高 在忽然力很高 沒有人敢冒險去做這種事 可是在中國的制度下 是相反的 發泄率會很低 而發泄率可能是基於 其他的原因 或者貪污者太過分 還是怎麼樣 才會得到制裁 事實上 制裁之後 換上去照樣是貪污 因為這個環境是 所以真正來講 在中國的制度之下 只要是握有權力的 都是在財富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所以在中國的這個 統計數字說 2%的人控制了80%的財產 這個確實是如此了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所以共產制度其實 只是現在只變成了一個 一個權力結構 它的理想已經失去了 就是這個理想當然是均富了 各區所需 國境所內的均富 這個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而且比資本主義還厲害 所以我們這節談的 剛剛講的 我們不否認中國 在高鐵這方面 確實做到了世界第一 它的高鐵的水準也越來越高 目前他們正在好像清華大學還是 正在研發一小時一千五百公里的高鐵 一小時一千五百公里 這個是比飛機要快很多了 所以如果有個完整的高鐵 其實幾乎飛機的業務 大概就會減很多了 事實上這個 以這個好像 以用能量 用這個 能量的計算來講 高鐵的效率是比 飛機要 要節省的 節省油料 節省的比較多了 所以基本上 而且它的安全度 也比飛機要更高 所以如果 將來的中國的這種 高鐵的這個運輸量 我認為 我認為 這個 可能是 全世界第一 那所不幸的 就是 我們一直希望的 就是 中國共產黨這個制度 可不可能改變 那麼過去 美國也是認為 當你已經富有了 你應該會改變為民主制度 但事實上 是 絕對 不可能改變 因為 這個 制度的本身 其實 共產黨的這一套制度 本身就辦得很死 所以根本沒有 改變的可能 像 郭巴切夫的那種改變 也是 絕對不可能發生在中國 在中國 唯一的就是 他 自己滅亡 或者被消滅 不可能就是 被人民起來推翻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個 只是我們有一點感慨 而如此而已了 今天講的這一點 我們明天見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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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